HELLO 各位好,我是你的AutoCAD顧問蘋果吧 上一回我們跟各位分享如何去網路上下載填充件樣式 那這一回跟各位說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們將它快速掛入到AutoCAD做使用 它的步驟很簡單,但是你要小心做 請你仔細聽,有問題隨時做提問 我目前下載之後把它放在吸槽 不管你是從我這邊提供的還是你自己去下載的 你可以把你想要的把它抓下來,然後先放在吸槽 我們透過命令提示支援幫我們做組合 組合的語法很單純,你這邊先輸入CD斜線 先讓它跳回吸槽,然後跟他說COPY 幫我Copy所有的新.pat檔 幫我組合成一個叫做ALL.pat的檔案 就是將以上我現在有十組對不對 幫它做組合 ENTER 它就會複製,就會建立了一個檔案 好,就關掉 那我們在吸槽底下呢就會看到 有個ALL.pat 它已經瞬間幫你組合完畢之後呢 你其實可以在信號後面去加上中文 方便你做辨識 好,來打開我整理好的檔案 整理好之後這邊,信號後面呢 我就幫它加地磚01,02等等 一些田中間樣式的名稱 把它用中文名稱 方便我日後的使用跟編輯對不對 好,我這邊都加好了 好,那我們再來呢 要跟ALL.pat說,請你幫我加入這十組 那我們現在先回到ALL.pat的畫面 那因為你要開啟系統資料夾呢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這邊點選 你選擇頁印 這邊有個管理匯圖機 它會開啟管理匯圖機的系統資料夾 好,再來呢我們上一頁 去找到我們的support的資料夾 然後這裡呢 你可以找到我們的acad.iso.pat 注意喔 如果你沒有副檔名,請你把它打開 來,這邊檢視呢 這邊有個顯示副檔名把它打勾 如果你沒有勾的會再有個情況 你找不到誰是那個田中間檔對不對 打勾就會有副檔名 好,再來 這邊很重要 怕你把它可能沒有改好等等 出現異常 我建議你呢先把它Ctrl-C 再Ctrl-V 把原始檔呢做複製 保留起來,這是原始檔 以防你以後弄快呢可以把它做回復 好,那我們再來就是要把我們的語法呢 剛剛那始組以防 把它貼上來 這邊把它打開 這是預設的 公字的 填充線的樣式檔 那打開我們剛剛那始組 好,我這邊給它Ctrl-A,C 複製,把它關掉 我可以把它貼在最上方 這邊按下Enter鍵 OK,Ctrl-V貼上 好,我們以上呢,貼上了這十組 貼好之後只要關閉做儲存 好,回到K的畫面 就可以即時做使用 那不用重新開AutoK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今天輸入H,Enter 然後這邊點選到最下面 就會有我們這邊的地磚01,對不對 02啊等等啊,這邊就可以做使用 好,看一下 地磚01 點選,那給比例值 Enter 再來呢,H 點選,把它拉到最下面 地磚02 Enter從上的指令 再來地磚03 隨時可以去更改你要的比例 可以嗎? 好,所以 以上這個方式呢 是將你下載的 我們透過命令提示資源先將它組合 當然你也可以一個一個自己去 複製貼上 這是快速組合方式 最終結果就是要貼到我們的系統檔 那記得將原始檔先做備份 好,就可以即時做使用 好,以上是我們 自力下載、填充線 然後掛入到 我們的預設的AutoKey裡面去的方式 好,那掛入方式有很多種 論壇都有分享 歡迎你做提問 我們一起做研討 好,我是蘋果爸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拜拜